作曲 李宗盛 桃花里落草山 恭喜春临开的天下满旧会 秋一花 青一花 沉山 妙色你的名字回来 沉山 妙色你的名字回来 池水池妄良与苟子 送花为师和为义 人人欲渐渐可达 何物思念情山伟 桃花里落草山 后期春临开的天下满旧会 秋一花 青一花 沉山 妙色你的名字回来 秋一花 青一花 沉山 妙色你的名字回来 沉山 妙色你的名字回来 水 雨天 üra 醒醒 快来看 又红又圆的太阳升起来咯 那位帅神仙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云香少年们注视着太阳 露出天真的笑容 满怀希望地期盼着 直到太阳升空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位金色少年却如梦中的影像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 失望的眼神代替了春风般的笑容 少年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坐在草原上 有些年纪小的甚至蒙起头来 想着互相温暖的家园 一阵狗叫声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来 听好像是狗叫声 附近一定有人叫 我们循着声音走 或许能够找到下山的路哦 顶对阿鲁巴兴奋地边走边说 少年们跟着阿鲁巴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一会儿功夫 他们终于看到一个开满了野花 茅屋交错的小村落 宁静安详地散步在青山绿水间 他们沿着长满各种野花的冰冰小路 手无足道地向村里跑去 一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的草香 花香随风飘送 穿着布衣的村人 各个先锋道骨 悠闲自在地穿梭在西边陵下 哇 我们来到市外桃园了 苏玛罗高兴地叫着 在岸排中的村落 海中的村落 是几岁的村落 海中的村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头上顶着两束初天泡似的头发 卷起一边铺管 忙着把奄奄一袭的鱼儿抓回鱼池里 一边又拼命地从水沟里 摇水到快干枯的鱼池里救鱼 这时好奇的少年们来到鱼池探 一不小心踩到鲸鱼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被踩到的鲸鱼 居然化成一只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乘着微风飞向空中 消失在朵朵的白云里 珍珠惊喜地喊着 哇 又是蝴蝶 苏法罗却说 明明是鲸鱼 少年们争论着 女生说是蝴蝶 男生说是鲸鱼 阿鲁巴走到亥如雨柱的 养鱼童子身边 好奇地问 呃 请问你在做什么 需要我们帮忙吗 养鱼童子回头看看 原乡少年们 又赶忙一边咬水 救鱼一边说 这一池的鲸鱼 都是我养的 昨天我因为贪玩 跑到山上去采花果 回来后才发现 鱼池的水突然流失的 只剩下一点点 鱼儿已奄奄一息 我就赶快咬水 灌满整个鱼池 可是今天一大早 却发现鱼池的水 不知怎的全都流失了 你们知道吗 这些鲸鱼都是我的好朋友 猴子一边说着 一边不停地咬水 头上那两树冲天炮 跟着不停地战动 仿佛也焦急地要跳下来帮忙 你应该先找出 池水流失的原因 不然你一面注水 水却一面流失 鱼池的水 恐怕永远也咬不满 原乡少爷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然后各个自告奋勇 要帮养鱼童子找出原因 然而仔细地找了半天 却找不出任何原因 鱼池非常坚固 一点问题也没有 羊鱼童子还在拼命地咬水 珍珠高喊着 大家不要找了 赶快来帮忙 于是 原乡少爷们 各个卷起衣袖 卖力地咬水 微会儿功夫 鱼池的水就满得溢了出来 原本连呼吸都显得 十分困难的鲸鱼 顿时变得神采悠然 快快乐乐地在水里游来游去 有的还频频飞跳起来 似乎是在向原乡少爷们 眼头表示谢意呢 羊鱼童子擦着汗 满足地望着鱼池 高兴地对原乡少爷们说 谢谢你们的帮忙 如果我本末导致 只忙着找鱼池干枯的原因 而不赶快咬水 这些可爱的鱼儿 现在可能全都没救了 逝去的池水 就像逝去的时间一样 点点滴滴 分分秒秒都可贵 只有当下身体绿形 才不至于让生命白白地流失 你们看 我已经用竹竿引水入鱼池了 养鱼童子和少爷们成为好朋友 他不但邀请原乡少爷们 到他那间四面青山环绕的小茅屋里住 还带着少爷们游遍整座落堂山 探访取近幽深处的桃花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